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元醫生 你好 Hello 大娘 你好 大家好 在報告上 人類死亡的情況 如果把心血管的問題加在一起 就會成為第一號殺手 心血管包括了心臟病、中風等 其實元醫生可不可以和聽眾分享一下 有什麼可以預防的方法 或者你的經驗 其實大家都認識人 心臟病死很多 尤其是在中國 很多年輕的CEO 網上看到很多的 有些是四十多歲、五十多歲 突然之間暴斃 這些暴斃最大原因都是心臟病 就是你中風也好 中風也不是即時死的 通常你只是傷殘一輪 又不死得 都很慘的 但是心臟病很多時候 真的即時死的 我自己呢 我小孩有個同學 我也認識他的 他們有一次 他的同學 和一班朋友在打籃球 打籃球 突然之間不舒服 心臟又不舒服 心臟又不舒服 當時呢 幸好他打籃球的同學 那些朋友 有一個好像是醫生 一看到是心臟病發作 就趕快安排他入醫院 結果他就過了危關 過了 他就很慶幸 幸好我們入醫院入得早 及時趕快 很多人都寫了一種這樣的觀點 他說呢 如果心臟病發 有一個所謂叫做 一個關鍵的時刻 即是不知道幾多分鐘 半個小時之處 如果你能夠入院立刻救 你就會救得到 很多時候 醫生都說 當他救到病人 他說 幸好你來得早 及時多 及時多 這位同學 當然 這是我弟弟的同學 他經過那次之後 就跟進了 每件都是這樣 你知道 吃了心臟科的藥物 可能吃了薄血藥 之類 一直這樣吃 這個情況 我想都是過幾年之前發生過的 那最近呢 就聽聞呢 他又過了新了 那這次呢 就是真的有心臟病發 過了新的 那我就前一陣子 跟我弟弟打籃球的時候 大家聊起來 那這個同學 又發生什麼事 那樣 那原來呢 他這個同學呢 就是有一次 在公司裡 他的那些 他的伙計 就是令到他 令到他很 很悶症 可能有些工作 做得一般 那他就覺得 很不開心 很悶症 那回家之後呢 就覺得心臟有些 覺得不舒服 那當然啦 他自己的經驗就是 哇 這個是我曾經是打籃球 我以前出現過的問題 對呀 好像是這樣的 那他就想著 不要說那麼多了 趕快 check in 到醫院 那我自己就去了 那我自己就去了 因為覺得心情不好 公司壓力大 但是他的伙計呢 就搞得他很不開心 那他想著 誒誒誒誒 就收拾了些東西 就進去醫院 check in 這樣 那在醫院裡就去了醫院 那奇怪地呢 結果在醫院裡面呢 是 就是 住了一段時間 幾天之後呢 就心臟病死 他在醫院裡面 你記住 這個是 他是 進了醫院裡面 在醫院裡面 想著 調理療養 結果呢 在調理療養 期間呢 就心臟病死 那就是在醫院裡面 出現的問題 那其實這個故事 是告訴大家 什麼意思呢 那就是 我們以前 經常都聽到的資料 就是說 我們當時呢 如果我們早點進醫院 就會救了一條命 其實呢 其實呢 事實不是這樣的 我前一陣子呢 我亦都無意之間 看了一份報章 好像明明周那樣說 大家都聽過 許冠極的兄弟 許冠英 有位許冠英 那個情況都是這樣 許冠英有一次呢 好像在家裡 突然之間覺得心臟很不舒服 那就是有些心臟病的那些跡象 那他就決定就來家了 那就留在家裡休息一下 那結果呢 就果然心臟病快就死了 那當時他們覺得呢 就是呢 早就這樣呢 就應該呢 就入醫院了 那也想著呢 就入了醫院呢 他就那個 就是他就不會有 不會出現 就是不會有這些這樣的問題 出現了 那好了 那事實上是怎樣呢 其實呢 在外國呢 是已經有這些方面的研究 那一個研究呢 就是講 這個是很多年前 我已經知道的了 就是呢 當你如果有心臟病發呢 如果你留在 你選擇留在這裡 在家裡休息 還有選擇入醫院呢 其實你的死亡率呢 都是五五波的 不是很大分別的 你在家裡也有五波會死 有五波會存活 那些醫院都是一半的 一半一半而已 那所以呢 就不要以為呢 你入了醫院之後呢 你就會得救了 那好像我這個弟弟這個朋友 他入醫院裡面是沒有發作 怕著發作 入醫院裡面幾天之後呢 就過完就發作 即時都是幫不了 是的 已經在醫院裡都即時可以 即是沒有說有什麼的延遲 是的 已經在裡面了 那已經死了 那因為心臟病呢 很多人都是 晚上一刻睡一覺 一起來就覺得心痛 然後就沒有了 有些人在麻雀桌那裡 打打麻雀呢 有心臟病 有些人吃飯之後很開心 就是來得很快 那當然呢 很多運動的場合 好像馬拉松菜 很多運動 有很多那些會所 三後撇人 很多都在那些會員 在健身那裡 在健身那裡 打電話網球 這些聽得多的 那其實呢 很多呢 我們發現呢 其實這些就不是很多報道的 很多的紀錄部隊 都在培訓集訓的時候 出現問題是死的 那當然呢 這些呢 就是傳媒都不會說的 那所以跟大家 這個情況呢 要大家了解呢 其實心臟病 其實要自己要 自己要留心的 要自己去做 要保護的 那好了 那網上有很多好的資料 那跟大家分享 那他說呢 其實心臟病呢 有三大危險的時刻 那其實很多病呢 都有叫做 發病的 即是高發的 高危期 高危期 那有些甚至乎呢 是高發的時間 有時段的 是啊 是啊 對於某些重大的疾病來講呢 知道這些關鍵的時間段呢 是不單止能夠抓緊急救的實際呢 還可能呢 避免那個疾病發生 最重要其實是 我們是想看看 如何可以預防 避免 是啊 是啊 那在冬天的高發疾病中呢 心緊這個疾病呢 是最要大家提防的 即是呢 心緊就是心臟病發 在冬天是多些的 那 好了 那在心臟哪個時刻 最危險 最容易停頓呢 還是會失呢 其實有三的 第一 因然裡面呢 十二月 冬天是最危險的 嗯 一個週裡面呢 是星期一是最危險的 嗯 以及一天裡面呢 是清晨是最危險的 嗯 那十二月 那英國有一個新的研究顯示 它說呢 灌心病啊 心肌緊左啊 心肌炎啊 以及心血管疾病呢 在冬天 腹白的那個 概率呢 是要比其他季節高什麼 高兩三倍 哇 這麼厲害 兩三倍這麼多 是冬天的 那麼瑞典另一個 發表在一個歐洲心臟病雜誌裡面呢 就研究一個新的研究呢 對著十五點六萬的 的名的住院治療的心臟病呢 做了七年的數據的跟進 綜合分析發現呢 從一年不同的月份來講呢 十二月心臟病發作 供顯最高 而七月份呢 即夏天呢 心臟病發作呢 是最少 那麼分析下來呢 有幾個原因 第一 天氣冷啦 那麼心臟的負荷會大 那麼十二月當當是 很多時候是 一年裡最冷的天氣 通常是最冷的 那麼這個時候呢 人體的消耗 那個養量呢 會增加 那麼為了維持正常的體溫呢 血管會收縮 因此血管會增加 那麼心臟的負荷呢 隨之而增大了 從而導致心搞痛啊 急性的生肌緊死的病者的病情會加重 就是要收縮的血管 那麼第二呢 在呼吸系統 呼吸疾病會多多出現啦 天氣冷啦 那些人容易患呼吸系統的病啦 那麼好了 如果有呼吸系統的感染 或者一個慢阻肺 敲喘 不單止加重了原有心臟病的病情呢 可能誘發心臟病 因為你呼吸的壓力 令到你心臟病是誘發的出現的 第三就是那個飲食重厚啦 為了癒寒呢 我們通常會吃一些高鹽啊 高脂肪啦 冬天也是啦 吃一些炒羊肉啊 吃那些辣味啊 沒錯沒錯沒錯 而新鮮蔬菜呢 食藥量相對會低 因為冬天是寒涼嘛 冬天吃一些沙律啊 那些慣性就不是吃那麼多的 於是乎呢 在年底呢 聚會都多些啦 很多人喜歡吃火鍋啊 冬天沒什麼地方活動嘛 坐在那裡大家吃一餐 很多的 那些都會給身臟血管帶來一個負擔的 那第四呢 就運動減少啦 因為天氣冷啦 是不是 那有時候你平時喜歡去行山啊 又成啊 都哇這麼冷啊 或者平時喜歡去游一下水啊 哇這麼冷啊 那除非那個游水池裡面真的保暖 軟水切才好 那這些都是原因來的 那為什麼星期一呢 是會發作期最多呢 而星期六是最少呢 那星期一的心臟發作的風險呢 比星期二到星期五呢 每日呢是高達過11個百分比 OK 很多 那好了 會不會就是西方所說的Blue Monday呢 Blue Monday 要上班 要上班 休息了幾天 沒錯 是的 那就是所謂呢 人家在周一呢 那個那個焦慮會多的 那當然呢 心臟病發作風險和壓力相關 那而星期一的人呢 情緒呢 比較容易焦燥 因為星期一 由周末放鬆了啦 開心了啦 那突然之間又要轉入緊急 正常的工作狀態了 那人的心理上 和那個心理上呢 都會產生一種不舒服的反應 那所以呢 有一種叫做周一焦慮症的這種說法 嗯 哈哈哈 Monday Blue 是 Monday Anxiety 是 周一焦慮症的這種說法 好了 那還有一個是焦頭早 嗯 為什麼焦頭早呢 是的 那美國呢 又有一個很大的流行病的研究 叫做Framinghain Framinghain Study 心臟研究組 這個是跟了幾十年的了 很多焦都在那邊慢慢收集出來的 他發現呢 早上六點到九點呢 是心臟病性的出死發生的高峰時間 因為裡面的其他時間呢 心臟性的出死的發生率呢 大家都差不多而已 但是高峰期呢 你平時的死的危險性呢 是比一天其他的時間呢 是平均危險性高了七十個巴仙 哇 高那麼多 你平時不是早上發呢 是的 即是沒有死得那麼遠 是的 但是在早上六點到九點 相比其他時間裡面呢 就高成七十個巴仙 都真的很厲害 是的 即是早上發呢 你死的機會會比較大 那麼原來呢 在中國呢 在中山醫學院呢 都有都有這個的講法 那麼他也提到呢 早上六點到九點呢 是會心臟病性出死發生的高峰的時間 OK 那麼 那麼 除了清神啊 高血壓的原因啦 那麼 還有誘化的原因呢 就是早上清神的時候呢 我們血液的黏稠度會高一點的 早上起床 那麼身體的分泌腎上腺素的壓力激素呢 也都會多 那就會導致血壓上升 那麼很多時候 那些人呢 會發現的 早上起床的時候呢 涼血壓會高一點的 是 那麼加上呢 整晚沒有喝水啦 那麼血液比較濃稠啦 也都容易發生那個 就是那個那個 傳失的 那麼所以呢 啊 保暖啦 那個防呼吸系統疾病啦 清淡的飲食啦 多運動啦 放鬆心情啦 喝水充足啦 這些其實就是 為什麼十五月月 星期一 早上早上這些時間 最容易發生的 基本原因 啊 即不是一個時間 是剛才所說的 是 因素 因為凍傷啦 因為導致呼吸系統問題啊 吃東西的方面 那麼所以呢 我們就是 要避免這個原因呢 我們就是 可以做一些事情呢 是令到我們呢 遠遠離開我們的疾病的 那麼遲一步呢 我就會說 我們的怎樣去幫助啦 嗯 我們剛才聽了 阿袁醫生呢 跟我們在網上的資料 一些分析的數據呢 他知道了 那個三大那個危險的時間啦 那麼也都 就是分析了一些 為什麼會導致那個問題 容易出現到啦 那麼一會兒回來呢 我們又會聽一下 阿袁醫生跟我們介紹 怎樣有些呢 保護的方法啦 OK 那麼一會兒 我們繼續回來 我們今天的自然療法與你 題目就是 揭避心臟三大危險的時刻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 3W.NATURAL H-E-A-L-I-N-G-DOT-COM-DOT-H-K 歡迎回來第二節 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回到我們今天的題目 就是 揭避心臟三大危險的時刻 余醫生 休息之前 我們聽了哪些時間比較高危 以及原因因素 知道之後 其實我們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我們聽眾 作為一個 預防或者保護我們心臟的方窄 我們知道了危機 即是三大危機時刻 有什麼可以做到呢 很簡單 我看看全世界各地的人的健康情況 大家都知道 日本人的心臟病的情況是最好的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公佈的資料顯示 日本的冠心臟病死亡率 是僅為0.041% 是全球最低的 在55歲到64歲的男性中 日本冠心病死亡率 是還不到美國人的十分之一 可能也是 這樣看起來也很厲害 十分之一 美國人的十分之一 為什麼會這樣呢 當然 日本人的護心方法裡 是跟他的飲食最有關係 兩方面最大的都是在飲食方面的分野 你吃什麼就變成什麼 這是經常都這樣說的 現在看看日本人的飲食有什麼不同呢 日本人每天都有魚吃的 預防心血管是減低的膽固信 日本人從小的飲食都離不開魚 魚生 而且他們的魚產量是一個海島 所以他們每天攝入的魚 大概100克左右 吃魚好像是吃飯一樣的 還有煮的方法通常都是低溫煮食 還有清蒸 是比較多的 長期吃魚 尤其是吃那些深海魚類 好像蛙魚、魷魚 不單止可以預防心血管疾病 降低膽固醇 也都可以減少心血管疾病 達到52%以上 只是長期吃深海魚、貴魚、魷魚 好了 而且經常吃魚的心臟病人 兩年內的死亡率 是比起不吃魚的人 是要減少30% OK 即是當年有心臟病 但如果你一向吃開魚的人 兩年內的死亡率 比起不吃魚的人 是少30% 即使心臟病好 你的死亡率也會減少 好了 根據另外一個哈佛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通過的觀察發現 他每一星期 通過吃一兩次的魚 攝水大約兩克左右的 亞米加三的脂肪酸 這樣能夠令到我們的心圓性的 那個出死的風險 是減低36% 並減少17%的死亡可能性 這個其實主要來說 都是講亞米加三的脂肪酸 那個的營養素 就可以幫到心血管的問題 一向我們都是這樣說的 在這方面實際上 我們香港人有時都不可能 好像日本人一樣 每天都有魚生 或者吃魚 其實在我們的日常飲食之中 我們可以怎樣去補充 這個亞米加三 在我們的自然醫療裡面 我們經常都很強調 營養補充劑是很重要的 有些人都覺得不肖 我食物都可以了 當然食物是很重要的 但很可惜現在的食物 種植食物的環境 那些泥土 其實已經是大不預前 所以雖然食物都以為好的食物 其實都吸取不到 我們應該吸取的食物 亞米三可以吃魚油 小朋友都可以吃 魚油不單止可以 亞米加三一個來源 亦都可以補腦 都很重要的 有時亞麻子油 譬如我不喜歡吃動物 亞麻子油 亞米加三 這些全部都是很好的 或者現在我們有 QS的期指 都是很豐富的亞米加三的含量 我們在日常的飲食裏面 可以加入這些補充劑 還有一種叫做Crew Oil 蝦仔油 發現亞米加三是非常好的 日本人除了食魚多 還有一種他們都喝很多綠茶 差不多在茶道裡面的綠茶 綠茶裡面有很多叫做茶多酚 對心臟病是一種加倍的保護作用 他喝茶的方法跟我們不同 他們會把茶葉盡量弄碎 中國人用茶葉拋開 日本人看到很多是茶粉 叫碎 接著是泡水 連同茶葉末一起飲食下去 尤其你用的綠茶粉 那些更加 那些粉末 茶葉碎都吃下去 這種特有的飲茶的習慣 可以攝取更多的茶多酚 對血管具有很強的保護作用 整個葉都吃下去 綠茶粥裡面含有 類黃酮具有保護血管 抗氧化 抗盈血 抗炎 以及降低膽膜醇的作用 以及移茶素 能夠防止心肌細胞受損 加速心臟細胞康復的進程 日本東北大學研究發言 每天喝少於一杯綠茶的人 相比每天喝五杯以上綠茶的男人 心臟血管病的死亡風險 減少了22% 而女性減少了31% 很簡單 這個都已經中了周知 日本喝綠茶是可以防止 因為它很高的抗氧化 在我們綠創意健康店裡面 我們也有些綠茶的精華素 因為有些人說 我真的不想喝茶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有這個的輔助 大家出去喝茶 中國人也有綠茶 對 都是綠茶 可以選擇這一類的 但當然最近我在網上也看到一些報道 其實很多外面的茶 是那些是再用過的茶葉 勸喻一些人 如果喜歡炭茶 自己帶 我有朋友都是 我們每次出去喝茶 他自己帶 帶一包小的 拿一杯滾炒 這樣就來到自己綠自己的茶 好了 還有就是走路多和走路快 是預防心臟病最簡單的方法 大家如果去過日本 尤其是東京這些地方 第一 工作壓力大 但日本人很少自己開車 尤其是大部分人都會通過 乘搭地鐵 公交 工作怎樣忙 都沒有時間 鍛鍊也好 但你看到他 想下地鐵 都很多地方走 大家去東京坐地鐵都會看到 要搭車站 走上走路 其實都有機會要走路 即使他們 即使日本人的工作時間很長 壓力大的時候 好像沒有什麼這樣說 好像西方國家說 要去做健身 做運動 但其實在他們日常 上樂班 乘搭地鐵的時候 他們都進行了急步跑 急步行的運動 其實在香港也是同樣的 香港人開車是很不方便的 香港人都是經常要走路 所以香港的鞋子 我記得是真的要穿得難 在外國好笑的 這些情況 香港人因為經常要走路 所以走得快 都是香港一般經常遇到的情況 對大部分人來說 走路是預防心臟病 最簡單和最方便的方法 美國有一項 對1,645名 65歲以上的老人家 進行了研究發現 每週步行少於一個小時的老人 相比 每週步行四小時以上的人 其實心血管住病費 是減少69% 死亡率是減少73% 又便宜又美 香港人絕對可以做到 香港人都是急步行路 等車都是一個好上的 第四 日本人喜歡吃一種叫納豆 納豆是溶血泉 防止心機緊死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日本 吃日本式的早餐 有很多漂亮的酒店早餐 都有一盒的納豆 是 不過真的 中國人是吃不慣 是真的吃不到的 這個真的 這個真的很值得 香港人也都很注重口感 食物等等 通常我看到我都會吃 如果早餐有機會吃 其實很簡單 納豆通常有包什麼給你的 麻油 很香的麻油 如果打開了之後 將那些麻油拌下去 麻油香味就會蓋上納豆的毛味 其實都是白毛的 白毛做的糖 通常你會用麻油 混合 還有它有少許好的豉油 所以你這樣做 這樣就可以了 你知道傳統怎麼做 因為台灣就認識了一些中醫 因為以前日本人 前領台灣吃這麼十年 所以這種傳統做納豆方法 台灣很多人都認識的 其實是很便宜的方法 裝完後先煮好些豆 放在稻草裡面 然後埋在一個雪塵下面的泥土 沒有讓它發酵 變成納豆黏黏的拉出絲 日本人吃納豆 好像中國人喝豆漿 吃豆腐一樣 連中小學的營養配餐裡面 老人福音餘味 都一定有納豆 這是普遍的食物 發酵了的豆 是營養價值更加好的 好了 研究證實了 納豆裡面的納豆激莓 是能夠溶解血泉 防止心肌緊死 腦緊死的疾病 還有納豆還含有 大豆二黃酮 生鈣和維生素K 不單止能夠補充 痴激素 和改善筋現期的症狀 亦都可以預防骨質鬆疏 好了 香港人買納豆其實買得到 日本百貨公司一定有 但是我們始終 好像我這樣 我真的接受不到味道 我就寧願吃那個納豆的營養 有些納豆素 是 是 我自己都是 因為 不是這麼容易買到 我也不會刻意去日本超市買多些納豆吃 我通常就吃這些 那些叫做Natal Kine 是一個納豆激莓 來的 用這個方法 來當作一種補充劑 嗯 好了 日本人做什麼呢 日本人基本上吃東西 口味比較輕 嗯 預防高血壓 軟離心臟病 統計 日本人平均食鹽量 是中國人的一半 嗯 對於各種食材 他們喜歡吃生的 魚生是最好的例子 對呀 生食 是日本人很多 吃魚生的 首先是吃蜜魚也好 都是生牛牛 很脆的 他們的食物是很多這些的 涼拌 水煮 清蒸 就盡量都不會口味蟲 就是不會太過濃味 沒錯 食鹽多 當然是非常之有害的 鹽的液入過多 最直接就是令到高血壓 研究發現到 他吃得太鹹 不但容易引致高血壓增加 亦都會加重心臟負擔 導致心血管的問題 美國的心臟病血管又指出 2010年 全球有大概有2300萬的心臟 中風和其他心血管的疾病 致死的案例 可能跟那個 蜜鹽過量增加涉入有關 即是說食鹽 導致的這些心血管 中風是有2300萬宗的 一般我們都知道 坊間上面那些 table shots 或者是那些白鹽 其實他們為了儲存的方便 其實將有效的備原副 抗物質都抽走了 純粹只剩下那個蜜 所以導致有問題 但始終我們香港人 中國人煮東西 我們都趨向坦明 但在調配方面 都不可能好像日本人 全部好像生食 所以在我們陸創意健康店 裡面 我們都有一些 是手採集的唇那些 海鹽 那個就是 它的鹹味 亦都有那些 mineral的元素 而是相比起 在外面用的白鹽 我們的用量也是低很多 所以這個也可以 有一個 美味的口感之餘 其實也可以減低了 過量吸取鈉的情況 這個海鹽 大家應該都知道 主要是一個 是法國南部的 Celtic Celtic Sea salt 海鹽 還有一個就是 喜馬拉雅 癌鹽 你看到喜馬拉雅 是比較 有少許粉紅色的 而Celtic Sea salt 就灰灰的 因為始終它不是一個 淨化了 很多的礦物鹽 全部都是用人手採集 避免污染 我們暫時聽了 有五項 如何從日本人的飲食習慣之中 得到保護心臟 待會回來 我們會繼續請原生 再和我們分享 這些如何保護心臟的方法 我們稍後回來 繼續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今天的題目就是 潔避心臟三大危險的時刻 好 唉呀 這輪轉天 風濕骨痛 好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這麼好的 買多個分享給姨婆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 就是揭避心臟三大危險時刻 儀先生 休息之前 你幫我們介紹了五項 保護心臟在日常飲食裏面 麻煩你幫我們再繼續介紹其他的方法 好了 我們剛才的資料都是基於日本飲食的研究 因為發現原來日本人的患心臟病是美國人的十分之一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 好了 日本人有什麼做法呢 會令他心臟病的血管問題減低呢 第六就是他們煮油 通常是做了菜之後才加些油 我們中國人吃東西通常是拿油來炸的 即是很香的 日本人是很少的 但多數是山石、水煮、清蒸 菜煮好之後再拿些油 還有動物油基本上都不多用 他多數用植物油 包括菜籽油、橄欖油和菩提籽油 但中國人通常會爆到口感很香 但當然就不一般了 好了 植物油裏面不飽和的脂肪酸比較豐富 能夠減少血小板的聚集 減低失血管的發病率 食物油如果經過高溫或者加熱之後 其中不飽和的脂肪就會破壞 再不會有保護血管的作用 所以很重要的 我們經常說植物油很好 但看你怎樣用 如果你把植物油高溫處理之後 其實更加不好的 所以要懂得用油 在我們店鋪裡 我們一向都推揚一些客人 一定是用橄欖油 還有初榨那些有機的橄欖油 他們的燃焦點都比較高一些 都適合了有一些人士 譬如中國的烹調 未至於去到炸 當然深入炸的食物我們一向都不推揚 其實我們都有橄欖油 有菩提籽油 這件的秘訣 何謂三五七呢 即是在飲食方面 要做到三高五低七分飽 三高就是高蛋白 高蛋白的主要來源 它裡面是菊類的糧食 水產 水產裡面 豆類 還有它的製品 還有植物性的蛋白 還有深海的魚蛋白 這些是它的高蛋白 高纖維是指比較粗造的蔬菜水果 高度的鮮度 即是吃新鮮的食物 它天然食品裡面更加接近的 盡可能吃一些新鮮出來的食品 少吃一些加工品 加工品都要留意保測期限 這是很重要的 在我們的健康店裡面 我們經常建議一個叫做白耳子 大家在我們的網台 如果是聽我以前 我都有介紹 Cure Seed Cure Seed 是一個很好的 高蛋白 高纖維 對三高的問題是處理得很好的 這個就是三 好了 五低呢 低什麼呢 低脂肪 每人每日的涉水專方 不會超過 膳食總熱量的15-30% 低鹽分 每日的涉水的鹽分 不會超過6克 低糖分 小吃不含營養素的 油來的糖 即白糖 紅糖 這種醇的糖 盡量糖分 在食物裡面吸取 食物是甜的 很多水果都是甜的 所以糖分在食物裡 不要加進去 還有更低什麼呢 低膽固醇的 每人用的動物性的膽食物裡面 膽固醇量 不要超過300克 OK 還有低刺激性 食物的口味當然很重要 但是它盡量保持清淡 油、鹽、佐料 盡量減少它 那七是什麼呢 七就是晚上不要吃得太飽 如果總繼續吃的時候 然後就遠離那張台 你也知道 這也是一向我們中國人都有說的 不要吃得太飽 七分飽 都是應該的 尤其是晚餐的時候 晚餐之後 就很早睡覺 很多時候食物很快就會變成脂肪 哪方面的脂肪呢 是腰部腰部肚腩 如果管著的腰圍很重要的 原來日本人的腰圍是全世界最小的 大部分在街上看不到肥人 這是真的 我最近都幾次去日本 去美食團天下 我真的一般你看到 日本人通常是瘦瘦的 在日本買衣服 你都有問題的 因為它通常是腰圍細 還有肩膀都不是很闊的 所以你看到一般日本人的時裝店 那些衣服是我們香港人都不是很找得對的 原來日本法律規定 企業每年是要對四十歲七十五歲的員工 進行腰圍的檢查 男性腰圍不能超過八十五個尼米 女性的腰圍不能超過九十個尼米 腰圍過操會使預期壽命縮短的 所以無論男女都是一樣的 腰圍過操的人會心臟病 呼吸系統疾病 癌病的死亡率風險提高 而腰圍較小的人相比 腰圍過操的人早死的風險更加大 很簡單 只是讀一條腰 不用讀什麼 香港衛生署都有提及過 中年人士要顧及中央肥胖的問題 第九是注重口腔衛生 為什麼口腔衛生和心臟病會有關係 我記得跟大家提及過 曾經有個牙醫 她公開承認所有病都是牙醫搞出來的 嘩!我聽了之後 為什麼牙醫要這樣說呢 其實很多人現在的所謂護理牙的方法 補牙、盜牙根 做很多的事情 其實是處理不到牙本身的衛生 很多的病都是我們牙周病出現的 很多人年紀大 牙一個個脫掉 其實不是豬牙的 是牙周病 原來我們現在的護理牙的手法 其實也有令到我們 是穩藏很多牙周的問題 其實處理不到 有些盜牙根 其實很多時候把那些髒的東西 是塞了下去的 是不能夠能夠清掉的 能夠做到好的盜牙根的牙醫 是要經過特別訓練的 不是一般都懂得怎麼做的 好了 日本人非常注重口腔的衛生 牙膏消費全世界第一個 口腔的狀態比較好的 因此羅患的心臟病 中風的風險會低的 這個在德國的研究 和我們最近看到的資料 真的是牙齒的健康 如果你牙周病不好 其實很多慢性病 包括癌症狀病都搞不到的 所以很多癌症病人 知道這個資料 通常他們第一時間 就會將口腔的水銀 補牙毒物先拔走 是不是做了就會有幫助呢 未必 但始終是一個要留意的地方 所以在我們處理病人裏 我們都會教他們幾種护牙方法 健康地有一些特別的牙刷 就是牙刷很闊的很粗的 牙刷 目的是給牙按摩牙肉 不是只是拆牙那麼簡單 我們都有很多好的不含糊 不含那些化學東西的牙膏 當然還有一些是用梳打粉 還有一件就是浪油 我們經常教一些病人 早上起床 平時有空就拿一根油 擠在口裡擠那些油 擠它20分鐘 煮了之後 你會發現這套出來 有很多白散散的液底 其實是把牙腦裡面按摩 以及牙裡面的毒素 拆出來的 我最近也教一些病人 用膠性銀浪油 當然我們也需要用適當的 和它療法的療劑 在裡面的療法處理這些牙周化炎 還有就是用膠性銀浪油 或者跟著用熱浮素水浪油 按摩牙齒 用厚的牙刷 我們健康電影有一個很特別的牙刷 還有以後用手指 沖洗澡時坐在浴缸上 用手指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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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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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現有些地方比較痛 其實那邊有一點牙周會醞釀 儘量去做多一點 加強牙腦血液循環 從而處理牙周的問題 不是牙齒注齬的問題 好了 很多地方研究 發現如果有牙咎 牙周炎的人是会令到心脏病增加风险多少? 两三倍 其实不单止是心脏病 其实是癌症,所有其他病都会的 牙周炎也会危害心脏的健康 口肯里面的致病的菌 会随着血液传播到心脏 导致心肌发现 可以看到好好的拆牙 能够保护心脏,以防心脏病 所以我们拆牙应该是几密去拆 应该是每一餐之后拆的 很多人就在早上拆 即是习惯 早晚或者是 早晚 其实最好自己在公司也好 具備一个牙餐 水没所谓,公司很多人有杯 每次吃完之后就要立刻拆 才有效避免注牙 如果过了之后就立刻拆 其实就没什么作用 有些人说根本拆牙 一天拆牙一次是没什么用的 拆不拆都是牙都会 所以要很小心去用牙线 用牙刷,每餐之后拆 最后每天要放松 放松身体,释放压力,扩张血管 在日本人很多时候很有趣 有一个什么习惯呢 是温泉泡浴 对不对? 就算这个屋不大也好 它也会有一个小小的浴筒 在里面 只是足够一个人蹲在里面 香港也看到的 这些木筒是很深的 但不是很阔的,不是很长的 在日本大家都知道地方小的 很多时候 日本人有一个习惯 洗完澡之后 全家人就轮流入浴筒 我有个朋友在日本长大的 他父母都是日本人 他当时小时候 在家里面要泡浴 年纪大的妈妈才去泡浴 泡浴后 年轻的妈妈才轮流去泡浴 他说他小时候 要帮他妈妈拆背 当然先洗干净 通常都是这样的 大家去日本做温泉 你都会看到 入台湾也很有趣 台湾也有日本的统治 那个影子 这个文化还在 香港以前也有所谓的肉堂 龙堂的肉堂 也有这些插背 浸浴的妾丝 现在香港比较少了 幸好深圳这方面也有很多 大家去泡浴 但其实很简单 自己的家里也可以 香港很多人本来有浴缸 但大家经常觉得 入肝不知什么原因 觉得不胃生奶之类出来 就说把肉肝拆掉 那变成没有肉肝 其实如果家里有肉肝 真的不会拆掉它 尽量利用肉肝泡浴 我们通常会教人用什么呢 用射盐 absence salt magnacium sulfate 倒入一杯 或者一杯两杯 浸浴 因为尾是很普遍的 大概百分之八十的人 尾是配合的 尾是帮助血管放松的 所以能够用absence salt 用泄盐浸浴 是对我们的心臟是一个很大的益处 当然在健康电脱 除了有一大包的射盐 肉盐 也有香荤油的盐 是澳洲的产品 非常之好的 所以大家可以在家里 如果有肉肝 经常炮肉二十分钟 起码二十分钟 我通常都喜欢在肉肝 看看网上的资料 iPad 放在旁边 听音乐也好 很容易就二十分钟过 通常我炮到手 好像有点皱皮 我就起床了 这个也是对我们整体的健康 是很大的益处 因为刚才也提及了 香港的地方环境比较狹窄 有些人为了增加地方 就将浴缸拆掉 不能炮 但是现在坊间也有很多 如果可以的 好像刚才说 买一些木桶 或者如果 推而求其次 我们只是用来做Football 浸一下脚 都会不会有个帮助 也有帮助 也有帮助 买一些深一点的桶 这样就会更加好的 当然如果是以前已经拆掉的 装回它 装回一个稍微深一点 你不需要太大的 深一点的 就可以令到你浸的身体 大部分很容易浸入 不需要太多水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享受 这个习惯香港人应该重建 我们应该重拾 让我们可以放松 我们自己身体 得到健康的一个方法 好 今天多谢袁医生 跟我们分享了 预防 了解心脏病 发生的时间 高危期 也解释了给我们 介绍了给我们 如何预防 心血管 心脏病 发生的问题 刚才所说的 以上一些产品 都在我们陆创意健康店 有得供应的 今天多谢袁医生 和我们的分享 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回诊 电话是25773798 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回诊 可以E-mail去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找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集 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